爱美是所有女性同胞的天性 但是如今爱美的男士也不少哦 所以今天安琪老师要教给您制作一道 男女老少贴可以主动的百合淮山鱼汤 它不但能够长见脾胃 更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哦 哇 你能够想象西芙米跟芋泥结合在一起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好吃的口味呢 它松软的口感甜而不腻 赶快来试一试今天的这道甜点料理 西米芋泥糕吧 今天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是唐安琪老师 他现在是著名的美容专栏作家 同时也是唐安琪国际集团的总裁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有很多有关于瘦身健美的书 吃了他的料理就会跟他的身材一样好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百合淮山鱼汤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准备猪腱子肉六两 另外我们准备一两的百合 这边我们准备一尾的鲜鱼 一片陈皮 两片的姜片 这边我们准备两颗蜜枣 然后准备一两的淮山 最后我们需要适量的盐来调味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百合淮山鱼汤 这道料理所有需要的材料了 在夏天的时候呢 很多人从事一些户外的运动 把皮肤晒得黑黑的 非常健康 但是呢也因此而让皮肤 变得一点粗糙不堪哦 对 尤其是其实 你知道炎炎夏日 要做保养就非常不容易了 是 又觉得吃了太热会很补 会不会太热不舒服呢 那怎么样吃的营养健康 是大家比较希望的 特别是有些人利用一些简单的汤头 可能让全家人的健康 都可以符合这个真正的小 都加分 而且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唐安琪小姐 安琪你好 哈啰 你好 安琪你都不运动对不对 对啊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的皮肤那么的好 你看我们两个皮肤 一样三个手伸出来 我也有晒黑 你看你是最白的一个 我的脸白而已 我的身我有晒黑 真的吗 但是我晒还是好玩 很健康型 健康宝宝的 因为我觉得这说 平常偶尔有一些太阳晒 我不晒脸 我只是晒我的身体 我觉得夏天穿衣服比较好看 真的吗 搭配衣服 如果你太白手伸出来 穿衣服其实很难看 奇怪 那其实聊到这个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安琪有很多她的瘦身之道 或养身之道 那今天要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是全家发展都适合 对的 这当淮山的这个百合鱼汤 它的作用是什么 最重要呢 它有滋阴 轻热的功效 因为现在在夏天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身体有些出汗太多 还是感觉有点虚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也不能过于补 如果说太补的话 可能对他们的身体比较照热 这个汤可以适合一些 所谓的虚不受补的朋友 虚不受补 对 很重要 很虚但是不受补的 是 还有一些朋友呢 如果说他的皮肤比较粗糙的话呢 喝这个汤的功效也是很好的 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人虚不受补呢 那如果说我们喝一个 不要讲别的 喝一个人参好了 喝一个人参茶 有一些朋友呢 可能马上就感觉喉咙不舒服啦 或是感觉 马上有点热热的感觉啦 甚至乎呢 有一些我们重要的汤方呢 有些朋友虚不受补 喝完他马上可能会流鼻血 就是补到最后 他会像流鼻血样子的情况 其实他体身体很虚弱 但是很难补得进去 对 这时候就要吃一些 真正有用的汤头 对 就适合他的体质 比如说姿鹰啦 健脾味啦 今天整个汤方都有这些功效 好 我们赶快开始来动手做 我们再一边做一边聊 好的 今天利用的材料都蛮简单的嘛 对 像这个是鱼 就一般新鲜的鱼就可以 对 一般新鲜的鱼 我们准备的是鱼啦 橙皮啦 姜啦 那个山药 猪剑肉 白河蜜枣 这个汤非常鲜味哦 还有呢就是很适合小朋友去喝的 因为呢 谢谢 因为呢小朋友呢 很多时候都不愿意吃鱼 怕鱼有一些腥味 但是今天这个汤头煮起来了 就是说它很香甜 所以小朋友喝下去了 所以他们发育成长也很有帮助 好 这个鱼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定呢 比如说一定要什么鱼 这个鱼倒没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瘦身汤方啊 或者是健身的汤方 我们都会建议用鲤鱼 因为鲤鱼呢 它有那个沥水消肿的功效 那今天是加长汤呢 你喜欢用什么样的鱼都可以 好 但是我要强调 因为我们一般煎鱼的时候 最好呢我们鱼呢 还是准备一些 就是没有毛毛的纸巾 然后呢把鱼洗干净 对 先吸一下下 要不然它弹起来 那个油很容易会弄到我们身体 所以两位可能要先借过一下 没关系 你都不怕了 我还有什么好走掉的这个理由呢 对不对 对啊 不怕 因为呢我们的鱼肉 我们只是很轻轻地把它煎一煎就好了 因为最主要第一 要去除那个腥味 第二呢鱼爆香过以后呢 它在煮汤呢 它有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汤头更好 对对对 汤头更好 但是我们一般呢 我们还有这个 我们用很慢的火 或者说 就是很热的时候 我比较不主张 用消火 慢慢煎慢慢煎 这样子它的香味呢才出来 是 好 那我们同时呢 我们可以让它煎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 其他的一些 我们可以就是说先飞水 拿一片姜呢 因为今天呢 我们有猪腱肉的关系呢 猪腱肉呢 我们还是要先把它飞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先放一片姜 在已经煮热的水里面 对 然后呢 这是说我们呢 再把那个猪腱肉再放下去 稍微地把它飞水一下下 那今天这个汤呢 虽然程序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呢 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复杂 我觉得一般家庭煮 也不会很容易做 然后我们这边让它先飞一下 没关系 用小火 让这个鱼慢慢煎 其实今天的步骤 应该算是我们就是 请来各个师傅料理里面 算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肉飞水 鱼煎一下 下去煮了 安琪还觉得这个步骤会蛮多的 由此可知啊 如果大家学了这个 安琪今天做的这个料理之后呢 一定是更简单 就能够料理出这些汤头来 对不对 因为我一直推广的一些方法 为什么要煮汤呢 又说真的 现在好像我自己也是 可能有一些时候要上班 工作比较忙 你可能不能花很多时间去料理 但是我们煮这些所谓的广东汤 香港的烤汤 它的好处就是 你只要把材料配好 配好以后呢 你只是需要把它通通浇进水里面 注意火路 火路很重要 还有我们煮这些广东汤 我们一定要用这种 就是透明的锅也可以 或者是用一些那个砂锅也可以 但是不能用温烧锅 坏锅呢 那一些碟的效果都不好 不好 完全没有这种效果出来的 好 那现在呢 那我们开启了 看到它变黄色了 有点黏黄了 这个沸水已经好了 让它再煎一些 没关系 脆一点点 放在这边 对 好 那这个时候肉呢 飞过水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捞上来 不需要弄得太熟对不对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绝对不要 这一般来说两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是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简单了 那我们呢 就是鱼 让它再煎一下 我们这边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另外一锅水 汤锅 对 我们也要先把它 就是说那个水要先煮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放入其他的材料 就是第一 我们先放下去一片姜 姜 然后呢 就是还有那个山药 就是淮山 淮山一般来说 如果你在家里的时候呢 你先泡水两三个小时用 会更好 好 淮山 这个鱼呢 小火之外也不要太焦 对 在这边可以 另外一边让它再焦一点点就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白河 淮山放下去以后呢 摆白河 摆白河 最重要呢 就是这个让汤头很好 味道很好的 这个就是蜜枣啦 这是香港人的秘密武器 对 真的是秘密武器 一个汤则有那个 有麻烦的关面感 一颗两颗的蜜枣 就已经整个汤头不一样了 对 把两个蜜枣放上去 会有一种自然的那种甜味 散发出来 对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片姜 另外一片姜 姜片丢进去了 对对对 人家要进去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那个 猪尖肉放下去了 是 然后呢 好了 有两个做法 这个陈皮呢 你可以最后三十分钟的时候再放 或是你现在一起放都可以 看你这个 效果都不一样 应该说香味 如果说你现在开始放呢 它香味比较浓 如果说你最后三十分钟呢 香味比较轻 比较轻 比较轻 比较轻香 你会放以后把它塞在一个白纱布袋 有一些在超市可以买得到的 就是说那种 砂布袋 像那个药包 药包那样的布袋 专门煮汤 慢慢捡来吃了 多可怜啊 慢慢捡来吃 我就是这样 真的啊 因为这锅汤营养就是在这个汤头嘛 对 绝对是在这个汤头 因为我这个汤要炖三个小时 对 我们先 很久 要细心等待的 要等待 我们要三个小时 我们先用大火煮十分钟 大火煮完十分钟以后呢 我们把它转成小火 然后再煮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以后 我们再加点盐 然后一点点 一两滴鲜味露调味 这样子就可以喝这个汤了 现在不能够调味 不能不能 最后走才调味 对不对 对 这个是重点 对 有什么差别呢 那你如果说 你有试试看熬汤 一开始你加盐 熬三个小时后 这个汤会变苦 苦掉了 苦掉不好喝 这个我要希望观众朋友要注意 因为很多朋友呢 可能一开始就说 加盐巴拉 酱油下去调味 这个是不可以的 是 可能呢 安琪以前熬汤的时候呢 她自己也吃过一段苦 对啊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这是她的经验之谈 现在告诉大家 要避免大家吃苦 对 像这个水的发量的话 因为它熬三个小时 水会变少嘛 对啊 但是我说 是不是一开始 水要加多少 对啦 这个问题很好 一开始呢 我们大概加 12到14碗的水 12到14碗的水 就是差不多这个碗再大小 对 或是比起个小一点点的 就是平常吃饭的饭碗 饭碗 饭碗 是 对 好 你今天给的 recipe 是用12到14碗的水 yeah 慢慢的大火之后 10分钟 yeah 继续转成小火 慢慢的熬煮 三个小时 对的 大家记得盖子一定要盖起来 好 还有不要常常去切盖子 因为我们煮这些广东汤 有一个秘诀 这是老人家叫我们的 就是不要中途常常去切盖子 是 对 他们说煮汤呢 有仪器科程很重要 当然你要去check 比方说煮三个小时的汤呢 你可以就是说煮一个半小时以后 你可以看一次 捞一捞它 看它有没有什么状况 好 然后你就盖 因为有一些人不懂 他可能每几分钟就看一下 每几分钟看一下 所以这一点 安慈也建议他 最好用个透明锅 你干脆就不用先盖了 直接隔着锅的外头 你就知道里面到底在搞什么鬼 就是像透明锅也可以 然后砂锅也是效果 砂锅其实一般 如果今天我们重要很少 如果我们以后有别的重要的时候 就一定要用砂锅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 我们等一会儿 到时候就要喝点汤了 因为汤现在已经变得好少了 对啊 不过呢 感觉啊 自己因为自己做出来了 感觉是你把所有的精华已经浓缩浓缩 进来都浓缩下去了 对不对 尤其是安慈老师不是说 像这个很喜欢喝汤的话呢 这些营养成分很高 所以可以尽量多喝一点点 对 很浓哦 对 那个蜜枣不用吃 不用吃吗 可是我觉得蜜枣也能吃的 也可以吃啊 但是一般来说都比较不吃 只是做调味汤 对 调味汤 应该是这样子 蛮特别的 好 谢谢 现在这个蜜枣 像我们家里面煮那个 煲那个西洋菜汤 对对对 加那个蜜枣 效果 简直就有花龙点睛的效果 对啊 一定要加蜜枣 西洋菜汤 你喜欢喝啊 我也很喜欢喝西洋菜汤 对啊 对啊 香港人偷西洋菜汤 简直就是一绝啊 它是不是在起锅之前 加一点点调味就好了 轻轻的就好了 对 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喝有点甜啊 因为这是蜜枣的味道 但是呢当我们再说 加完那个盐下去呢 调和以后呢 它会变成一个 就是说另外一种味道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反而喜欢呢 就不加盐 就酱起甜甜 但是我喜欢加盐 喝了吗 这个汤本身浓浓的 因为呢这里面的淮山 煮完以后 淮山可能本身释放出来的 那样子的那种淀粉汁啊 那种能够让汤变得更浓 嗯 对啊 看你喝汤首先是最有兴趣的 对 对不对 颜色又很漂亮 对不对 好 对啊 这个汤营养非常的丰富 你负责来品尝一下 里面的那个肉 什么样的感觉 我负责来吃一口这个鱼 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对 哇 它这肉蹲完以后还蛮鲜嫩的 不愧说柔柔 对啊 很嫩 你再嫩了 你也没有这个鱼嫩 鱼嫩好嫩哦 好好吃啊 而且呢 做汤的时候呢 如果能够把鱼先煎一下 对 煮出来的汤啊 尽管锅中的这个汤汁 滚沸的程度再厉害 鱼的表面也不会被破坏掉 嗯 很厉害 太好太好 而且鱼还蛮完整 对 所以啊 这是因为煎完以后才会完整嘛 对 对 香港人在做汤里面呢 有哪些秘密武器啊 嗯 就是说蜜枣 蜜枣 这是其中蜜枣陈皮 那陈皮 陈皮 陈皮对 因为这是我们用的 都是那种所谓的老陈皮哦 这是你一锅汤里面 只要你加了一片陈皮哦 整个汤哦 那种芳香哦 你闻到你都很想去喝 还有呢 就是那个陈皮对于健脾味的功效也很好 这是第一是蜜枣啦 第二个是陈皮 这两个是绝大的蜜极来的 你加了这个东西适量的去调配 随便一翻 又有一个蜜枣在里面 蜜枣搭配红枣 对啊 有的时候没有蜜枣搭配一个红枣 一样可以产生这样的甜味 嗯 红枣的甜跟蜜枣的不 比较不一样 不一样 嗯 但是有红枣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加蜜枣 那像平常你在介绍 你说像红枣都要去脂嘛 那像它这个蜜枣需要吗 蜜枣没关系 就放进去没关系 对对对 没关系 是不是啊 所有的汤里面 加蜜枣其实都无所谓 一般来说可以说是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汤方呢 它的中药材太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比较不建议 再加蜜枣下 当然啦 因为你会得加几颗才能加 一般家庭主妇的家里面料理的时候呢 可能特殊那种很多中药材搭配的 机会不太多嘛 对对对 所以一般都可以用 对 所以建议家庭主妇的家里面呢 你自己来煮汤的时候呢 不妨去那些港式的材料行 买那么一大包蜜枣 当成是你的秘密武器 对啊 随时想要的时候呢 丢那么一颗两颗进去 哇 笑得真的太棒了 而且去的时候呢 顺便就连陈皮都买回来 就比较方便 对啊 如果这么好吃的这个汤头呢 必要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 对啊 而且像刚刚你聊说这样的 起锅之前再放陈皮 味道没那么重 如果一起炖锅就比较香 味道就卡住了 对对 谢谢安琪带来这么好的汤头 谢谢 百合淮山鱼汤的制度大纲 首先我们将鱼清洗干净 并且用纸巾将鱼身多余水分攒干 然后锅中烧热油 加入一片的姜 一起将鱼放入锅中 慢慢用小火煎到两面 呈现金黄色备用 接着我们将蜜枣 百合淮山 以清洗干净 猪腱肉 我们加入了一片姜 放到滚水当中 略微汆烫之后 捞起来备用 然后我们在锅中 加入了12到14碗的清水 等到水煮沸之后 将所有的材料一起加入锅中 先滚煮10分钟 然后盖成小火 继续慢慢煲煮 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领起锅前 再加入少许的调味料 就完成了这道 百合淮山鱼汤了 十圈十美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年一年的中秋节又来了 但是今年跟往年 有没有不一样呢 没有关系 十圈十美今年要陪你看月饼 吃小月饼 还要动手做月饼呢 为您邀请到的是烘焙专家 孟照清老师 但是做什么日饼好的 广式日饼你一定不会吧 但是还有好吃的蛋黄酥 最棒的是绿豆碰 但是你不看我们就不教你怎么做 怎么样好吃的饼饼 都在十圈十美 下个礼拜五点钟到六点钟 不要忘了收看十圈十美 不看你会后悔 今天我们为你推荐的金牌主厨 就是施建发阿发师傅 他现任倾听餐厅的当家主厨 他来自一个厨艺的世家 在电影影食男女里面很多的菜 都是他在幕后担任推手的工作 他也获得了多次烹饪比赛的优胜 他最擅长的就是台菜的各式料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甜桃炖鸡肉这道料理 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这边准备的是 进口的甜桃三粒 另外呢 已经有超肥的鸡腿两只 这边我们事先准备了 饭俩用水发好的木耳 然后我们这边准备的是枸杞 少许也是用水泡在这边 一大匙的米酒 少许的糖 倒是盐来调味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甜桃炖鸡肉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尽管台湾有着水果王国的美称 各种水果都一年四季不断 但是呢由于这个交通的发达 所以呢很多国外新鲜的水果呢 也纷纷运到国内来了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能够把这些新鲜的水果 好吃的水果跟料理呢结合在一起呢 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因此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清清餐厅的阿发师傅 阿发师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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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今天呢你要为我们用这些甜桃来做什么样子好吃的料理呢 甜桃我们可以跟鸡肉来搭配 那口感非常好 但你选够的甜桃要选稍微硬一点的 硬一点的 对还没有说很软 很软的做法 那硬的我们来炖汤 那个口感非常好 可是一般呢大家当水果来买的时候 就比较喜欢吃软一点的嘛 对对对对对 如果万一买到这个 较硬的 较硬的 较可以煮汤 可是你自己恐怕不太会买到比较硬一点的 自己买它当挑比较软一点的 所以呢大部分是呢 朋友如果有送你这样子的硬一点的水果 我们有送的当然送比较硬的 比较轻叶啦 我们来跟鸡肉一起来搭配 对对对 口感会很好 会非常好 整个这个桃子里面的那些 香味甜味酸味都在汤里 全部都入进去了 对对对 阿发师傅之前也曾经做过很多的水果料理菜 是是是 相信这道甜桃炖鸡肉一定难不倒你了 对非常简单 这道菜它没有什么调味料 只有盐巴跟一点点糖而已 那我们加一点那个 我们的白木耳跟谷杞 让它那个甜味跟整个汤 料会感觉到非常的丰富 对丰富 那我们这个鸡腿它其实是炖的时间会长一点而已 其实它做这个菜其实是三两分钟而已 只要把鸡腿如果家庭主婦认为说 我鸡腿都不会剁了我不煮鸡腿 也可以煮鸡腿也可以 要更快 那鸡腿如果真的喜欢吃又不会剁 叫市场帮你剁一剁就好了 那当然 市场可以剁 要不然直接买那个小的棒棒腿就算了 对对对可以可以 棒棒腿就更方便了对对对对 因为在煮这个汤 要让每块肉都比较平均一点 所以在切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它切一样大小 一样大小 把它汆烫 因为这道汤要吃得非常清爽 是 所以我们把这些 一些油跟一些血 把它 事先把它在汆烫的过程当中 把它去掉 好 不用烫很久嘛对不对 对对我们要汆烫 因为我们还是要有鸡肉的那个味道 是才会好吃 那汆烫起来的时候 所以稍微用水洗一下 或是把清水再把它倒进去 好 有一点那个血肉的那一点 杂质那些 血水还是把它抽洗干净 对 抽洗干净 直接就给它放进去煮 在煮的那个时间 煮的时候等滚了以后 我们还可以再加这个梨子 那我们 汤汁因为等一下要加梨子 是 汤汁稍微少一点 是 那我们这个水泥 大家因为硬的时候 你要处理可能会比较难拿这个纸出来 那我们在三分之一这边有没有 稍微给它切 有切到纸 就在尾巴看得到的地方 这样给它刮一横 刮一横 刮一横的时候直接把它剥开 这边有一点点纸 就会比较好剥给它剥开了 那另外凉拌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切 切 切一横 因为切到中间的纸 是 有感觉到你切的时候 感觉到纸了对不对 再把它刀子给它剥一下 稍微撇一下 撇一下 这个肉就会起来了 就不怕把这个纸说不好处理 要怎样 把它处理掉就可以了 因为主要我们还是要这个肉下去煮嘛 所以要把这个纸也要去掉 好 能够这样子完整的把这个果盒去出来 我看你大概没有吃上千个 上万个 你至少也要吃到上千个这样子的桃子 你恐怕才能够吃出这样子的心得 其实没有吃很多 是本身它桃子太好了 它的硬度 什么适合这样的做法 是 对 那我们就切大块 因为那个鸡肉也大块 我们 不用切太小块 东西好吃 也不要说太吝啬 就切把它切起来 切大块 那未来这个甜桃在这个鸡汤里面呢 它煮过一段时间之后 会不会变小 有点变黄 不会变小 不会变小 不会一样整个Q感 对 会软 会软 那个味道是非常的好 饱吸了那个汤汁之后 你知道水蜜桃吗 软的时候很好吃对不对 是 煮过的时候跟我们成熟的水蜜桃一样 这个蜜桃它硬嘛 但是没有那个乃性 蜜桃成熟食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你说那个电影是不是 我说这个蜜桃 这个 甜梨 这个甜桃 甜桃 那我们这个滚时间也不用太久 不用太久 直接差不多滚五分钟 三分钟 这个桃子 我们多给它放一点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 这颜色也非常漂亮 直接 那这个就要时间了 是 对我们这样就 用滚的时候用小火 煮个差不多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那最后煮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加这个枸杞 跟白木 白木 所以我们先 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煮这个鸡汤的时候 像说煮得越久 这个鸡汤越浓越好喝 可是搭配这个甜桃 适不适合煮得很久 也不要煮太久 也不要煮太久 因为那个鸡肉本身 我们买的是那个 鸡腿肉 鸡腿肉 它本来很嫩的 你在煮得很嫩的时候 那个鸡腿肉的嚼劲的口感 都不会很好 就老掉了 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说 那个老鸡母 我们要熬汤 熬个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 我要出那个高汤出来 我们连那个肉都要吃 连那个水蜜桃也要口感好 肉口感也要好 所以这个时间也要恰恰好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好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对 不是很长的时间 我们稍微等一下 待会再把这个枸杞 跟白木耳加进去 让我们大家来品尝看看 大家都没有吃过的 甜桃炖鸡肉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风味 好香的味道 对 那个蜜 那个蜜的香味 对 二十分钟过去了 这应该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有十八分钟了 对对对 你看 刚才从水在那边煮到那边 对对对 我们看这个蜜桃在里面 已经把从原来那样子的那红色 已经煮到已经白色 煮透了 对对 就好像是我们以前在煮那种水蜜 这样子的感觉 对 可是它本身还不会煮得很软 对 所以我们要选够那个硬一点的 对 口感非常好 好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 添加一些别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个木耳我们就可以加进去 其实加十几分钟的时候 我们再加一点点的酒 不要太早加 一点点让味道会跑出 加酒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学问 例如说它是水果的 我们是不是加水果酒 水果酒 我是没有用过水果酒 应该是葡萄酒会更好 葡萄酒会更好 那个口感可能会更好 但是在台湾就习惯中国菜 用这种米酒 米酒 米酒 对 说不定我们这样的提例 公外节要做个广告 因为米酒跟一些产品也帮它促销促销 但是我们这样的提配 说不定人家草山到时候 也会从加州进口这个什么 甜桃酒 甜桃酒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如果真的有甜桃酒或是蜜桃酒 这种水果酒那是更好 用自己本身这样子的酒来搭配的话 应该会更好 那我们这个木耳上面有一点点这个 有没有硬硬 硬块黄黄的 我们把它处理掉 口感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地头再煮掉 对 其实这个木耳在煮的时候 有两种 一种是吃它的软性 是 酒吃了不能很久 那个软软的 一种是吃它的脆性 脆度 那我们今天要吃它有点带脆的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再把它丢进去 好 喜欢吃就多放一点 如果不很喜欢不加也可以 它是配在这里面 我看不喜欢的恐怕比较少了 对对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 鼓起 它本身有点甜味 跟这个蜜桃融合在一起 味道非常非常好 那千万不能加那个什么味精 它可以带一点点 因为水果煮后 它有带一点酸性 是 那我们可以加这个 糖 应该糖吧 糖 糖对 我们加一小匙的糖 糖 糖 把它煮开就好了 是 那盐巴 盐巴 这一锅差不多一大匙半 好 够了 好 好 这样我们把它 煮开就可以了 煮开就可以了 那我调整一下 对 那稍微如果上面你看 这油很漂亮 是 是 如果真的有一些泡泡 因为刚才我们有把那个泡 那个烫熟了 所以这泡的比较少 好 有的都黏在旁边了 怕烫的话 可以把这个这个 上面这种油呢 给它撇掉 其实呢 上面一点点的鸡油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应该是蛮健康的 好 这样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 好 这道菜 非常简单 炖鸡肉就制作完成了 从来没有吃过鸡汤里面 水蜜桃 水蜜桃 还有一块鸡肉 太块鸡肉 对 这样合起来吃 谢谢 锅饮 味道很香 酸酸的水蜜桃 水蜜桃的那种果香味 第一口赶快来尝尝看 这个水蜜桃的滋味就能如何 温暖的 要稍微煮一段时间 煮到它 有一点点 软软这样 好好吃 没错 主要是这个汤 这水蜜桃的香味 跟那个甜味 都跑到这个汤了 有没有 真的 鸡汤大家都喝过 鸡汤实在是平淡无奇 但是鸡汤里面 融进去水果的香味 对 你要想看看 这么大颗的 水蜜桃 把这样加进去里面 做出来的汤 怎么能不好喝呢 所有的那个香味 全部融进去里面 它肉口就化掉了 我们原先还会担心它 本身会有那样子的果酸 会不会影响它这样子的口感 可是呢 吃起来呢 搭配到了整个鸡汤的感觉 它这 有没有特殊的水果的甜味 还是有一点点酸 那就可能就是时间煮得不够 只够一点 其实它所有的汁 都会跑到汤汁里面 然后我们差不多煮了20分钟 您建议这道料理呢 应该要煮多久 会是恰到好处的 应该还是20分钟刚刚好 那煮久了嘛 整个水蜜桃都化掉了 找不到尸体了 那如果可以煮这样 可以把水蜜桃的渣就烙掉 要让它整锅这样融融的 这样不好看 就像我们芋头 芋头下去煮的时候 走到最后 最香的时候是已经化掉了 芋头全部化掉了 那是最好 但是你吃不到那个芋头的 其实呢 能够喝到这样的感觉呢 也是不错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发师傅 推荐给我们这道好喝的料理 谢谢 田桃炖鸡肉的鸡肉大缸 首先我们将鸡腿剔去骨头 并且改刀切成适当的大小 同样的田桃也剔去火盒 然后切成适当的大小块 木耳枸杞 事先用水略为浸泡五分钟以上 然后我们将鸡腿块放入滚水里面略为汆烫 另外我们再烧开一锅水 将鸡腿块放入锅中慢慢的先煮十分钟 之后再加入蜜桃继续煮十五分钟 引起锅前再加入木耳枸杞 以及适当的调味料 略煮个两三分钟之后 就完成了这道田桃炖鸡肉 月到中秋分外鸣 每逢佳节费思青 十圆十美的观众朋友们 在这一个月圆人传圆的日子里面 你是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 满足全家人那张挑出的嘴 而伤透了脑筋呢 十圆十美为了体骗你 特别集合了全台湾各大饭店 最漂亮的千禧月饼 可让您一次看得够哦 除了皮薄 线多的传统港式月饼之外 我们还为您介绍 创新口味的圆山饭店 养生美颜月饼 京华饭店的花香月饼 台中福华饭店 象征民族融合的阿扁玉鼠酥 永逢在荔枝饭店的低糖低脂月饼 台中葱华饭店的香脆月饼 台中京华饭店的皮拉米酥月饼 哇 这么多的月饼 看你是不是盐花缭乱的 行动了 行动了 不如马上行动 下个礼拜一开始 每天晚上五点钟准时打开 中生综合台十圆十美 我们让你自己一次看得够 不但看得够 而且还能拿在手里 吃在嘴里 甜嘴滑舌 今天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 是梁淑云梁老师 梁老师有了十八年之久的 丰富教学经验 现在则是台北市农会的通认讲师 除此之外 他还写了有家庭烤姜食谱 轻轻松松做饼干糖果 中菜的微波食谱等等 洋洋洒洒二十八本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西米玉泥糕 这道点心料理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准备西谷米 大约是十年麦的一包 两百克左右 另外我们准备蒸熟的玉泥 两百克 这边看到这两块大约是五十克左右 是椰糖 另外我们准备西砂糖 二十克 这边这一瓶是椰浆 我们大约需要两杯左右 以上这些材料 就是主作西米玉米糕 这道点心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各地方的料理有各地方料理的特色 各地方的点心 同样有各地方点心的特色 像是很多在南洋地方的点心 吃起来就有浓浓的椰子味道 很重的南洋感觉 对 而且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就是去餐厅用完餐之后 可能这个老板可能会招待 或请我们吃一道甜点 但是有些甜点端上来 大家都没有胃口 可是如果端上来是像 西米露或者芋头有关 大家就会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对 所以今天结合这个西米露跟芋头 我们就请到梁老师 来给我们做示范 对大家来说 这么喜欢的两样东西要做结合 要很好吃其实也是不容易 对 没错 请梁老师帮我们介绍今天的点心好了 好 我今天是使用这个西谷米来做面团 好 一般人是把它 西谷米做面团 对 一般人是把西谷米拿来煮了 就这样煮了吃了 是 那我是利用西谷米然后加水 水要放多少 对 大概是一杯 一杯 200公克的西谷米 好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买到粗的 这个细细的才好 西谷米是所谓的西米露吗 西米 对 那你在买的时候不要买粗的 那你可以用温水 温水会比较好一点 好 温水会效果比较好 温水效果 然后用力地搓 不是搓到它变Q 西谷米粉吗 对 变成面团 它会这样子还原成为面团吗 对 可是它还是会有一粒粒的 所以等一下蒸起来 你就可以感觉到一粒粒 可是它吃起来很Q很好吃 是 那我们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还需要煮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对 我们现在要煮一个椰浆 跟椰糖 跟椰糖配在一起 所以这边有一罐的椰浆 对 大概一罐把它放下去 对 而且这个椰糖很硬很硬 很硬 它煮到融化这样子 台湾能够买到这样子的椰糖吗 可以 因为有那个一块一条的 长条 在那个卖泰国的材料店 都可以买得到 对 那这个里面就是本身 就好像是我们 台湾的蔗糖是一样的道理 对 唐有蔗糖跟椰糖 那椰糖特别香 尤其像东南亚你看 不管是椰子 石流冰也是很好吃的 对 都是要用到椰糖 那些口味都很棒 跟椰子结合 好 所以把那个椰糖煮到化掉 对 好 我们这个水 不要一次全部加下去 慢慢加 你要慢慢一直加 加到揉到这样子 变团的时候 然后再加这样 是 那我们这个小的西谷米 大概是一杯水 200公克 那你买到大的 它没办法变成团 所以要买小的 大粒的 大粒的它揉不出粉 大粒的 它揉不出粉 大粒的反而揉不出粉 对对 大粒揉不出粉 不是因为大粒的感觉 它的粉比较多吗 没有 它很难揉出来 好 所以就把它揉成团就对了 对 好 现在这样团 那我们加一点油 好 加油的作用是吧 对 它比较不会黏 比较不会黏 比较不会黏 对不对 很硬哦 对啊 这个里面的一些 椰浆都已经开始有点滚肺了 这个椰糖 对 还这么能耐 老师它为什么要放椰糖 比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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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椰浆配椰糖 其实我们在煮椰浆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盐 比较不腻 而且吃起来特别好吃 嗯 我怕也是经验之谈 这样够不够 可以 一点点就好了 所以吃到点心的话 是冷的时候吃 跟热的时候吃 应该都很舒服吗 对对 你可以吃凉的 就是把这个冰了以后 这个椰浆煮好冰了 然后再把它 放到那个 冰箱去冷藏 冷藏以后 然后也可以吃温的或热的 因为有的人不能吃凉的 冬天可以吃热的 嗯 夏天像现在就吃凉的就很好 好 OK 差不多了 好 那这个 对 这个最好能够把它洗一下 这个也要这样 同样有那种松弛型的作用 对对对 那要盖起来吗 还是放旁边就可以 盖起来 好 现在我们这个芋泥 我们就 跟糖 揉在一起 那芋泥要捣烂的时候 一定要蒸熟以后 要趁热捣烂 嗯 才好捣 好了 老师这个椰糖 已经完全融化了 融化了 这样就可以关掉了 关滑 静置在旁边 这个冰榔心的芋头呢 我们事先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薄片 然后放到电锅里面去稍微蒸一下 蒸到透了以后呢 拿出来呢 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它弄得碎碎的 变成是芋泥这样子的感觉 完了以后呢 变成芋泥了以后呢 老师再加上糖粉 再加上糖 把它呢 拆成这样子的一个甜的芋泥馅料 这西谷米呢 刚刚有去醒一下 大概都要醒多久 大概是15分钟 15分钟 可是因为录影的时候 我们都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就直接做 但是观众有时间 就让它醒个15分钟 对 醒一下 比较不会黏 比较好包 好 然后 我们就把它压扁 是 同样取出适当的 芋泥 这个西谷米做成这样子的一个面皮 然后呢 拿一点点的芋泥填到里面去 包起来 对 就这样子 压扁一下 芋泥就包在里面了 是是是 这样子 其实各种行动都可以吗 可以可以 对对对 可以 像汤圆一样这样 所以如果有那个 在果冻的模型 新型 小熊型 都可以 嗯 万一会黏的话 你就沾一下手 很难操作啊 不会 不会 我第一次看到 拿这个西谷米做成的这个面皮 等一下你吃吃看 它很Q 很Q 跟面团做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的灵感是老师来自于什么 就是一道泰国菜 它是咸的 看你没包什么东西 肉 但是 包肉 然后很像那种母鸡那样子 对对对 QQ的 然后它有时候上面还会撒一点点芝麻 或葱花那样子 啊 西谷里面 里面包一坨肉 对 新的灵感来源 真的真的真的 当然各个地方有它特殊的饮食习惯 然后我们也不能够说人家的饮食习惯很奇怪 或者怎么样 我真的蛮奇怪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变通一下 变成甜点 不到东方亚像到泰国其实很多东西是非常好吃的 对 我很喜欢吃泰国菜 真的蛮好操作的 很好操作 很好玩 对对 好 然后我们做好以后就放到蒸笼去蒸 大概要蒸多久 因为它这个西谷米蛮难蒸熟的 它用煮的话还比较快 所以大概要蒸30分钟 要蒸30分钟 对对对 大火的火温 大火 大火30分钟 好 因为这西谷米呢 其实取得不是那么的困难 芋泥再三 老师也介绍过很多次了 大火这么长 这个里面变化式 用这样的西谷米做成这样的笔 好 包一个一个的馅料 我们送到蒸笼里面 用大火蒸30分钟 待会儿就吃到好吃的这个西谷米的芋泥饼了 好特别 印象当中西米露 西谷米应该是在这个柳子的 就是喝成那个点心的 今天把它做成这样 来老师赶快试试看 来吃个小分 好 好 好 是不是要多沾点 沾点椰浆 因为还有那种椰糖 你在吃的时候 可以把椰浆淋在这个里面 或者是一盐一份的时候 刚好是 就可以直接这样的 拿到碗里面来吃 对不对 很好吃 很好吃 它比那个水晶饺还Q 更Q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西谷米可以做成这样子 可以当面团 那你做咸的也是很好吃 之前可以煮汤 我把我现在吃到的口感形容给大家看 你能够闭上眼睛吃完这道料理 吃到嘴巴里头去 的那个味觉 会让你仿佛有芋头的感觉 有芋头的感觉 咬劲会有QQ的感觉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吃到的是芋仪 但是呢 它比芋仪还Q 比芋仪的芋头的香味还浓 对不对 接下来呢 请傅娟来形容一下她吃到的感觉 你吃第几个了你 眼角的鱼瓜可以刻定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要一直吃一直吃 要整盘都吃完 然后我才能说说自己的感觉 没有啦 因为它这个很像 我们有时候在吃冰的时候 里面有一种QQ的东西 然后不会形容 所以你就会觉得一口一口 再一口 不知道什么 可是因为很好吃 就一直吃一直吃 而且因为老师拿捏得非常好 老师把这芋米露 煮在一起的时候 芋米露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但是里面的芋头香 会慢慢散发出来 芋香 不那么甜 不外的椰浆的香 对 然后椰浆沾了 我刚刚因为第一口 没有沾那么多椰浆 我还是吃 可是觉得它还是咬劲很好 口感很好 就一直吃一直吃 整盘吃完才知道什么结果 真的好奇怪 我真的想说 如果把它弄小一点 是不是可以取代芋蝇 这样子笑 对 而且 可是很难包 对 太小了 很难包 所以我刚刚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很多人很喜欢吃芋米露 但是芋米露 这样的吃法 可能很多观众并不知道 没有那么Q 对 所以今天老师 就是那个水 把它冲冲就把它捏一捏 对不对 把它做成这样的 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 喜欢吃譬如说 珍珠奶茶的Q 对 芋蝇的Q 对不对 今天你还能够吃到 这么Q的东西 里面还要包馅料 真是的 而且它团结所有的小小Q Q在一起 那么的Q 团结所有的小小Q 就变大Q 对啊 我看你的Q 小小的幸福在一起 就真的是很Q 所以你怕 一二三我怕待会摄影师 跟我们助理 一定都不够了 但是没关系 今天这么好吃呢 观众呢 试着做做看 谢谢梁老师 带这么好吃的点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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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西米韵泥糕的制作大缸 首先我们将小颗粒的西库米 慢慢地加入适量的水 一直搓揉 直到它表面糊化 产生了弹性 接着再加入一大匙的沙拉油 慢慢地将它搓揉均匀 并且放到旁边 静置大约二十分钟 然后我们将已经蒸熟的玉泥 加入了砂糖 慢慢搓揉均匀成为馅料 然后我们将已经静置好的西米 分成一块一块 分别包入一坨玉泥 并且搓成圆球 略微压扁了之后 开入蒸笼里面 大约蒸三十分钟 然后我们取一个小锅 将椰浆和椰糖一起放入锅中 慢慢地煮到融化 之后将煮融化的椰浆 淋在西米球上头 就完成了今天的这道料理 西米玉泥糕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